奥巴马政府推出10万人项目计划在未来4年内让10万名美国学生到中国交流,加强美中交流。 虽然和10年前相比,有越来越多美国学生学习中文,可是仍然远不及学英文的中国学生人数。 最近哈佛大学语言学博士德·伯拉法洛斯推出新书,叫做《中文梦,生活,爱及语言》的中文课程, 和美国读者分享他学习中文的过程,在中国的居住经验,以及学习语言的好处。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法洛斯博士来到我们的演播室,和我们谈谈他所观察到的美中文化差异, 并且讨论如何增进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。 法洛斯博士在节目中说的是英文,您听到的是我们同声翻译的声音。 节目进行当中,欢迎您参加现场讨论,向来宾提出问题或发表您的看法。 美国之音提供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-120-0551,400-120-0551。 另外你也可以发电子邮件参加讨论,我们的电邮地址是US新闻atgmail.com。 他是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生,和丈夫在中国生活了三年,学习中文。 每一个方块字都成为他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。 在他近期出版的新书Dreaming in China中,他以一个西方人的眼光看中国,通过简单的汉字引出深厚的中国文化。 和美国人相比,中国人的婚恋观、道德观、家庭观、工作观,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? 中国和美国的文化有哪些差异? 两种文化的交汇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? 今天,我们就通过德伯拉女士的独特视角,来看看她眼中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。 法洛斯博士,是,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。 谢谢。 那么,法洛斯博士,我知道您最近出了这本新书,叫做Dreaming in Chinese,就是中文梦。 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,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这本书的? 当然可以,我们在五年前去到中国,在那边住了三年,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学一点中文,但是我到中国之后发现说,要多多学中文是非常重要的。 所以,我那个时候就对于学习这个语言变得非常有兴趣,甚至比对我自己本身的工作还要有兴趣,因为我自己背景是学语言学的,所以语言真的变成我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道路,是通过这个语言让我了解中国,理解中国,而且去看本来让我觉得很迷惑的,在中国看到的一些事情。 而且,学中文也变成我的兴趣,这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语言,而且你如果人在中国的话,会中文也可以做很多事情,所以我越学中文,我就越觉得学这个语言是能够帮助我,或者帮助其他人更加了解中国的方法。 您的这本书呢,就是在这里,就是这本书啊,那么在这本书的内容当中呢,您是怎么样通过学习中文,您学习到哪些中国文化呢? 这本书,大概有15章,每一章一开始呢,我都写,就是与中文相关的事情,比如说,或者我认为有意思的词,比如说老百姓,或者是和这个语言相关的历史的一个小趣闻呢, 然后呢,我每一章就写,这个有趣的小趣闻如何解释我在中国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,举例来说,我在学中文的时候,我常常觉得,我在中国呢,常常遇到一些情况,就是说,比如说,我说不要,不可以,不是,这样子说呢,感觉有点没礼貌啊。 因为我们讲英文的时候,常常会说,谢谢啊,或者说,现在不要啊,待会再说啊,谢谢,谢谢,一直说谢谢啊。 所以呢,我就开始探索,为什么在讲中文的时候会有这种比较直接,没礼貌的这种说法。 那我就从我的朋友,中国的朋友和老师身上学到了,说,如果你在讲中文,讲谢谢,讲请,讲这些这种比较柔性的这个语言的话呢, 其实呢,就把你和你对话的这个对方呢,中间呢,就放了一个距离,就变得比较远了。 所以对我来说,我在学中文,然后觉得讲中文太过直接,有点没礼貌的时候呢,我那个时候还不觉得讲请啊,讲谢谢,让我听起来变得比较正式。 但是呢,你真的了解了说,可以不用讲这么多的请,那么多的谢谢的时候呢,其实是听起来是比较自然的,是比较像中国人在讲中文的。 法洛斯博士,您是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博士哦,在这个中文,您在学习这个语言方面,您觉得这跟其他的语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,有什么比较特殊的地方,中文这个语言。 中文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,对于学语言的人呢,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语言,我之前学了法文,德文,意大利文,瑞典文,还有一些非洲的语言,还有日文。 但是中文呢,有非常非常多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学到的,比如说有对于西方人有比较容易的地方,就是他的文法呢,是很容易的,是没有这种阴性阳性啊,也没有过去式啊,现在式啊,这些的。 讲中文呢,是比较直接的,这是比较好的,比较简单的地方,但是困难的地方呢,我认为,就是这个音调的部分,如果说你自己的语言不是有音调的语言的话呢,要听,要理解就会变得很困难。 而且也很难去了解说,这个音调在这个语言当中的重要性,因为西方人常常觉得说,你不用太认真哦,这个音调不用太认真,所以变变的就好了。 我在中国呢,就了解到这个音调的重要性,音调是这个中文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,这个音调和讲中文每一个字的这个发音呢,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。 但是呢,对于西方人来说,这一点呢,是很多人不够理解的,那另外还有就是书写的体系也很难。 我在中国的时候,我先生和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验呢,我先生呢,他是比较重视这个视觉的,他看到了这个字呢,就比较容易记得。 但是我是一个注重听的人,我自己呢,可以礼拜一到礼拜四都学写中文,但是星期五可能就忘记了。 对我来说是听跟说比较重要,我比较容易学听跟说。 所以我跟我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呢,他就没问题,因为他读得比我好,然后呢,我听得比较好,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呢,是刚刚好。 但是我想,呃,大部分的人呢,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呢,呃,这个拼音啊,还有写字啊,还有文法呀,还有,这些很多字呢,听起来都很像啊,而且除非你音调讲得很清楚的话,很多字听起来都很像。 这样子的经验呢,是很多西方人本来没有的经验。 好,谢谢法洛斯博士,那我们现在开始接近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,吉林李先生,您好。 吉林李先生,请说。 好,吉林李先生不在电话线上,甘肃杜先生的电话,甘肃杜先生,您好。 你好,你好,您好,您好,请说。 我想是讲一下,这个中西文化的差异,根本的差异,在于,也在于国际普世价值观,因为他们是尊重圣经原则的。 而像中国大陆呢,它是异教文化,甚至是邪恶文化,所以它支持暴力政党。 所以这个暴政是不能持续的,因为13亿人的这个人道主义灾难呢,是比较恶劣的。 好,谢谢您,杜先生,您的这个评论等下,我们请法洛斯博士做个评论。 我们来接听一下安徽王先生的电话,安徽汪先生,您好。 你好,你好,请说。 我有一个问题,我也是一个长级人,但是我们呢,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,不是有长级人帮他,那我们这个长级人得不到政策,得不到安定,那个,那个,那个,落实,人权得不到保障。 就是我们策策啊。 好,好。 人家那个正常人可以策策安置,我们就不能安置。 嗯,好,谢谢您。 嗯,好,谢谢您,汪先生,您的这个电话。 那么法洛斯博士,刚才就是有一位听众观众就讲到这个宗教的问题。 我不知道您个人的观察是怎么样的,在中国跟在美国,就是美中两个国之间的这个差异,在宗教上面有什么样的差异? 我想美国一直在传统上呢,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宗教的国家。 啊,人民呢,可以常常去参与这种宗教的活动,而且也参加这种一起举行的这个仪式,这是中国没有的。 我们,呃,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呢,住过很多地方,呃,而且呢,就是让我们的小孩,呃,呃,可以去接触不同的,呃,世界各地不同的宗教。 啊,所以我们到中国去,呃,然后呢,看他们的寺庙,看他们,呃,祈祷啊,拜拜的方式,然后每,呃,他们的仪式呢,呃,不见得是像美国这么的有组织性的,呃,所以我看起来呢,是,呃,对我来说是很新奇的。 啊,而且我也看到了,呃,呃,这个,呃,呃,不同的,呃,教堂啊,还有宗教团体的,呃,活动。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呢,看到,呃,呃,有一个活动就是他们要重建,呃,在上海城内的这个,呃,教堂,天主教堂要做重建。 这我们看了也觉得很有意思,因为,呃,呃,比如说,我们可以看到,呃,在中国的教堂呢,呃,呃,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,和一般的这个西方的基督教的教堂呢,是不一样的。 比如说,呃,呃,呃,用的这个不锈钢的窗户,呃,呃,就有很具有非常具有中国的特色,而不是用西方的这种罗马的这种特色。 所以,呃,我看到,呃,在中国有这样的兴趣,有这样的发展,呃,呃,就是,呃,他们的宗教呢,呃,是,呃,有他们自己特色的,而且呢,是,呃,和美国的这种,呃,发展方式是不一样的,因为在美国呢,是有很多种不同的,呃,宗教,而且呢,呃,呃,他们的这个仪式方法都已经,呃,定下来了。 好,我们来监听一下吉林鱼先生的电话,吉林鱼先生,你好。 哎,您好,主持人,您好,嘉宾,您好。 您好,请说,嗯。 美国是个多元不文化的国家,而中国你是五千年悠久的儒家文化,由于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,意识形态,价值观,文化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。 请求主持人给我这个主题外再说几句话,呃,台湾陆委会主委赖姓原先正在美国访问,美国正在研讨向台湾出售F-16C的战机,如果美国能保证蓝营始终指正,美国把航天飞机出售给美国,我们乐见其成,希望美国能重视台海两岸,得来独一的这个局面,重视13亿中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和民主感情。 好,谢谢宁余先生,您的意思我们了解了,谢谢。 那么法洛斯博士,您从这个,您从这个中国回到美国以后,您在中国住了三年,那我想请问一下,就是说您在这个美国人当中呢,您觉得这个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一个什么样子? 然后是你在这个中国住了三年之后,您觉得这个了解中间有什么样的差异?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,因为我想在你有机会去中国之前呢,你对于中国的印象就是认为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呢,但是他们的方向呢,好像都是一样的,大家都很像。 然后呢,十万,十三亿人,看起来呢,大家都是往同一个方向走的,就像北京奥运的时候呢,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家都是做同一个动作。 你之前会有这种印象,而且你会觉得,哇,很吓人,因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统一的方向都一样的国家。 但是呢,我在中国住过之后呢,很容易就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子的,因为呢,中国是非常具有多元化,多元性的,有非常多不同的种族。 就和美国一样,每个人都不一样,每个人都不一样,有些人在城市里,有些人在乡下,然后呢,总是,可以说是,讲难听一点是很乱,但是讲好听一点的是,很具有多元性啊。 所以,在中国住过以后,真的可以理解中国的多样化的程度,而且可以看到,中国并不是只是十三亿人口而已,而是十三亿不同的人,他们每个人都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。 而且呢,这种生活的方式呢,其实是和美国人挺像的,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其实可以处得这么好,因为呢,中国这边其实有很多这种很外向的人,是想要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的。 嗯,好,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个,来自印度的张先生的电话。 好,谢谢。你好。主持人嘉宾,你们好。 好,扎西先生的电话。 好,好,我请问专家那个中国的文化跟西藏的文化有什么具体的不同差异? 好,谢谢您,这个印度的,来自这位印度扎西先生的电话。 我不知道您在这个中国期间有机会到印度去吗?到这个西藏去吗? 我们曾经试过三四次想要去西藏,但是每一次都是到最后没有办法去计划泡汤啊。 而且我也知道呢,这是常见到的情况,我们很多朋友也都是这样。 我们虽然很想去,而且也试着要去,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过西藏。 我最多只有去到云南而已啊,就是离西藏最近的只有到云南而已。 这还是我们想要去的地方,想要做的事情,想要去西藏看一看。 如果能去的话呢,可以更加了解这个我们在书上看到的,但是还没有自己亲眼看过的东西。 那么法洛斯博士,在美国您觉得,根据您的观察,美国人了解中国吗? 那么您在中国的时候,您觉得中国人了解美国吗? 我认为中国对于美国的了解比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还多。 在中国的媒体呢,在这边,中国的媒体里面呢,西方的东西比较多,比如说大中文化呀,电影啊,等等。 这个是中国人常常看到的,美国的这个东西。 而美国这边呢,我们常常都是非常的与外隔离的,去过中国的人呢,人数其实也不多。 而且呢,很 有点丢脸的一点,就是说,就算是我们从中国回来了,然后还有人问我们说,哎,日本怎么样呢? 他们以为我们去亚洲啊,但是不知道去亚洲的哪个国家,这个20年前是这样,但是现在可能没那么严重啊,因为现在大家已经开始了解说,呃,要去,应该要去理解其他国家,应该要去多多了解中国。 所以这情况是有在改变,但是需要一个一个人来改变,是非常,速度非常慢的。 您刚开始讲的时候,这个,呃,政府的倡议啊,就是要让美国学生多多学中文。 我想呢,就要多使用这种倡议,才能让我们,呃,的这个美国呢,能更加了解,呃,中国,如果是,呃,十万个人呢,去,呃,中国学中文,不只只是这十万人而已,这些十万人呢,他们的朋友,他们的家人,也都会开始去了解,呃,这个,呃,通过他们,呃,去过中国的这些,呃,家人朋友了解中国的情况。 所以,我认为是需要花一些时间,但是有这样的政府倡议,然后呢,又加上,呃,美国的学校越来越多,呃,呃,学校在教中文的情况一定会改善的。 我们几年前呢,呃,呃,呃,在美国,呃,几乎没有学校在教中国,但是我们从中国回来之后呢,美国这里的学校有越来越多在教中国,呃,呃,在教中文,甚至从,呃,幼儿园就开始教中文,还有这种进入式的,这个,呃,中文教学。 然后,你看到这个父母呢,他们都是很,呃,希望让他们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中文的。 好,那,呃,在节目这最后这20秒中的期间,呃,您觉得就是美国人最需要了解中国的是什么呢? 我想,呃,你常常读到很多中文的政治啊,经济啊,外交啊,金融啊,呃,读这些文章,但是我认为呢,最重要的,最好的这个工具呢,就是去了解中国人,呃,去理解说美国人和中国人其实是有很多共同点的,就是第一步。 好,非常谢谢哈佛大学语言学博士德伯拉法洛斯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,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 由于时间关系,很抱歉,无法接听所有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,希望参加节目讨论朋友,请您下次提早打电话。 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 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,并不代表美国之音,通晓美中大事,锁定美国之音,明天交点对话的话题是高考与留学,海归与不海归。 欢迎您到时候收听收看,我是张佩芝,我们下星期一见。